新冠后,心慌心剂该怎么办呢? 在两周前我去德国旅行的时候,不小心染上了新冠,这是我第一次中招,随后就出现三天的发烧和全身疼痛。 由于身处异国他乡,我只得依靠随身携带的药物来应对。 回来后我就感到特别的疲劳,做一点事或者上下楼就会觉得心慌气短性心剂。 根据美国NIH报道,10%到20%的人在新冠后会出现短期或中长期与心脏相关的问题, 比如疲劳、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和心剂之类的问题。 在自愈和恢复我自己的症状的同时,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些针灸与按摩穴位的尝试, 可以辅导和缩短您的康复期。 我在这里分享的内容也适合其他类型的心率失常和心剂症状。 但首先建议大家去咨询组织医生,排除任何功能性的疾病, 比如心肌炎、心包炎、血栓、慢性的心率不起等。 一旦排除这些问题,你们就可以开始自我护理, 并在执照的中医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调理。 许多的朋友对中医保健和针灸穴位都非常熟悉, 也有许多的朋友在时间上就是不很充裕, 所以我先用一分钟的时间来总结一下这次视频的内容, 供大家快速地浏览。 首先就是穴位,最重要的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心率穴位, 就是心包心脏的内观血, 其次是我们心经上的神门和肺经上的太渊, 它们都在我们手上挽痕纹的上下。 接着呢,我们可以按摩背部的肺书、绝阴书和心书, 然后呢,可以配着我们热脉上按摩心包经的墓穴、 膳中穴和心经的墓穴巨穴。 最后呢,我们可以弹拨心经的起穴、 极拳和拍打腋下的走三阴巾。 至于维生素,我建议抚免Q10和维他命C, 以及其他的抗氧化剂。 最后呢,中医配方, 您可在中医师的指导下, 用脂肝炒汤和蒸脉散加减, 这样呢,三管齐下可以最快最好地增强我们的康复。 接下来呢,我详细介绍这些穴位与按摩方式。 我们先找到手腕部的内观、神门、太渊这个金三角。 现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手腕上的这三个穴位。 这三个穴位在不同的程度上面, 能够帮助我们的心慌、心机和气喘。 这三个穴位分别是内观、神门、太渊。 它们几乎组成一个在我们手腕上的等边三角形。 现在我来一一介绍。 第一个穴位是我们守绝音心包经的弱穴。 它是八脉交汇通音为脉。 它在我们掌痕纹远端,上两寸三子。 这是我们的远端。 是我们同身寸的三子。 然后呢,它是处在我们的掌肠肌腱和饶侧腱肌腱的中间。 就是这两根筋的中间。 它的组织是心痛、胸闷、心速过快或过缓、心律不齐。 也可以治疗我们的胃痛和呕吐。 这是我们的内观学。 第二个穴位是我们的神门穴。 神门穴它在守绍音心筋上。 它是它的圆穴和书穴。 它很好用于找。 我们在小指下面,它有一个碗豆骨。 一个小豆豆,碗豆骨的下端和碗曲肌腱的饶侧端。 饶侧就是我们靠近大拇指那一侧。 它就在碗豆骨的下端和我们这根筋的交汇处。 然后靠大拇指一点。 它就在这个凹陷当中。 它能够帮助我们的心痛、心悸、烦躁、胸血痛之类。 这是我们的神门穴。 我们的第三个穴位是我们的太渊穴。 太渊是我们守太阴费经的苏穴和圆穴。 它也是巴脉汇穴的脉汇。 它很容易找,它跟神门在一条线上。 然后它在我们的饶骨净凸和周壮骨中间,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碗动脉。 如果我们找到我们的碗动脉以后,它在母掌斩、肌腱和碗动脉的当中,就在这个凹陷处。 这就是我们的太渊穴。 太渊穴的主制是咳嗽、气喘和无脉。 我们碗部的这三个穴位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养生保健,并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 我建议每天可以按揉三到五次,每次五到十分钟。 在我们两手的碗部都可以同样地进行。 如果要增强我们的疗愈效果的话,我可以示范给大家怎么用嵌针治疗。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嵌针,它长这模样。 然后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先用酒精棉。 把我们的穴位消毒干净。 让它干净一下。 这是我们的嵌针。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长这模样。 它里面是一颗小针。 这样的。 然后我刚刚的内关。 上衫子。 我就可以把它轻轻地放在我的内关穴。 然后我把这个小纸拿开。 这样我的手就不会碰到我的针。 然后可以轻轻地。 浸下去一点。 我再给大家示范两次。 这已经消毒过了。 这已经消毒过了。 手不要去拿针,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的生门穴。 非常轻轻地按下去。 我们的太渊穴。 太渊穴会比较敏感。 所以压得下去的时候是非常轻的。 好。 我们这个嵌针最好不要碰水。 我经常用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用。 然后就去睡觉。 然后早上如果要碰水以前, 我就把它拿掉。 这样当我们睡眠的时候呢, 它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 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治疗。 如果我们要加强疗效, 我们还可以按摩心筋和心包筋。 在膀胱筋上的背疏血和在刃脉上的墓血。 背疏血呢, 是我们脏腹之气输注于背腰部的疏血。 而墓血呢, 是我们脏腹之气汇聚于胸腹部的疏血。 我们先按摩背上的肺疏, 诀音疏, 也就是心包疏和心疏。 它们分别在第三, 第四和第五, 胸椎脊凸虾, 旁该, 梁子或者1.5寸之处。 我们在按摩时呢, 也不需要定位太精准。 先找到我们紧后的大椎血。 大椎血呢, 在我们第七颈椎。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肩胛骨的连线。 我们肩胛骨的连线呢, 就是在第七, 胸椎。 然后呢, 我们这两点之间, 可以寻找我们的敏感点。 在这两点之间和脊柱外开梁子的地方, 上下能够找到异常的反应。 你可以用手这样去按摩。 如果有压痛节节凹陷处呢, 然后呢, 你就经常的去这样摸, 摸到敏感点。 因为呢, 背出血呢, 是可以来检查, 诊断和治疗我们对应脏腹的病症。 我们这样呢, 一天可以三到五次。 如果你觉得手酸的话呢, 我们可以适当用这种按摩棒。 比如呢, 我可以这样去按摩。 现在呢, 我就觉得我的第三, 第四, 脊椎, 就特别特别的敏感。 就说明我的心肺功能不是最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配上, 任脉上, 新包镜的木屑, 扇钟。 扇钟屑呢, 也是气会与气海。 它在我们第四, 类尖系, 两主头连线的终点。 小姑娘们呢, 可以稍微往上一点。 扇钟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咳嗽气喘, 胸闷心痛。 然后呢, 我们再往下一点, 在我们胸骨, 箭凸下端, 就是我们心镜的木屑, 巨血血。 它可以治疗我们的心肌和胸痛。 然后呢, 我就会把大鱼剂搓热了。 然后呢, 轻轻的来回摩擦胸骨, 从扇钟到巨血。 然后, 来上上下下。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往上面一点。 这里呢, 就是胸腺的地方。 胸腺呢, 是位于我们胸腔的前上方, 靠近心脏, 位于胸骨的后端。 它呢, 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 最后呢, 我们还可以弹拨, 在我们叶窝, 中央的心肌的起屑, 肌全。 就这样拨, 拨到你手指会有发电的感觉。 它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心肌心痛。 然后呢, 我用四指并拢, 然后作为空枣, 可以轻轻的胎肌腋下。 三十六下, 就是两边都三十六下。 这样呢, 能够帮助, 刺激我们手三阴经, 肺经, 心包经和心经。 维生素之类的抗氧剂呢, 可以适当的补充和增强我们的治疗效果。 我这里呢, 建议辅煤Q10和维生素C。 如果您还希望用中程药, 您可以去询问中医师, 他可以给你建议和辅导, 比如说可以用脂肝炒汤啊, 生脉散之类的, 对症下药的中药。 好, 在这里呢, 就谢谢大家的关注, 观看和分享。 希望能够帮助您和您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下次再见。